其实虞将军这我们讨论很久 我们一直都在怀疑说 乌克兰情报怎么这么厉害 超乎我们的想象 纽约时报解答了说 根本就是美军有问必答 可是美国人是完全否认这件事 其实美国正在做一个非常 我觉得跳跃式的一个实验 就是美国最近在发展一种飞弹 叫做AIM-260 前一阵子有炸了一艘船 这个飞弹就正好在验证 我之前开战从2月24号我就一直讲的 A方导引 B方射击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在乌克兰的战场他们成功了 所以同步AIM-260的飞弹也成功了 就是我不需要我导引我瞄准我来射击 我帮你瞄准好 晃哥从你那边射击 按键我来按就好了 射击的载台并不要很贵 但是我导引的载台很贵 我再讲的直接一点 F35导引 F18射击 那如果真的不信 我的射击的载台被击落了 那便宜货 那我最精准的 我没有射击 我没有射击就不会曝露我的阵地位置 所以乌克兰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每次讲说 那乌克兰问我才讲 他不问我也不会提供给他 问题是乌克兰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告诉你 我现在有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你要哪一样 那乌克兰说我都要 对 我都要 对是他跟我要的嘛 不是我主动给你 我是提被动的提供情报 被动的提供目标 乌克兰有提出来 乌克兰拿到目标之后 厉害的是我会用 对 一般我们拿到目标 我不会用 我分不清楚哪里是哪里 大家昨天晚上看到一则新闻 啼笑皆非 我说那真是好笑 就是俄罗斯居然 炸哈尔克夫附近的儿童乐园 儿童游艺所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 我们台湾也有个地方叫小人国 小人国里面 有缩小的总统府 对 有缩小的湖口月冰场 有缩小的石门水库 有缩小的河山场 我告诉你 俄罗斯是把像这种东西认为 哇 找到军事目标了 他把假的当真的 你答对了 所以这叫做 极其乌龙的轰炸行为 这是很低级的错误 很乌龙 对 因为这个游乐场里面 就有一些缩小型的一些设备 那他们的无人机飞过 哇 捕到大鱼了 这个乌克兰多么可恶 居然把军事设施 藏在儿童乐园里面 这简直是令人乏指 所以我要消灭你 对不起 我们小人国也有 我们还有缩小的湖口月冰场 还有缩小的河山场 还有缩小的石门水库 然后你那个飞弹 砰炸过去 我把石门水库的霸体炸爆了 对 那是小人国的 虽然也在桃园 可是大小差很多好不好 真的 对 所以我想俄罗斯 就不断地做这种事 而美国的精准情报 非常精准 所以人家说怎么这么强 乌克兰怎么这么强 他的士兵是什么元素做的 跟我们怎么长得不太一样 同样是人类怎么这么耐打 我告诉大家 从克里米亚沦陷以后 就开始了 美军就开始不断地提供 他一些军事的训练协助 所以我讲 装备人员再加上训练 才等于战力 现在已经多久 七年了 已经七年超过两万多人 在美军的协助之下 不管在罗马尼亚 甚至在乌克兰的本地 他们就在做这个训练 所以他们怎么不会 所以你看M乖乖乖 这个牵引炮 怎么会用啊 那个要多少 那个要六个人以上 才能操作一门炮 那我卖了你这门炮 卖到乌冬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涉及了 对 真的 对 怎么会这么厉害 答案解答了 七年就在做训练 其实早训练七年了 早就在训练 你的联合炮操弹种如何调整 装弹手如何做 装药手怎么做 指挥射击水平炮掌 全部都协调好 他东西卖给你就是 这门炮我已经会用 你拿来就让我们都会开车 车子给你我就可以上路 一样的道理 他早就有license 他早就有执照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只好牵托了 他现在打不赢 他说 乌克兰你有黑魔法 这是我二乌开战以来 到目前为止 我看过最好笑的笑话 我们只知道美少女战士 这太驴了 佛地谋接班人 对 因为他们好像在乌东 有查到这个标志 说这个叫黑魔法 这实在是 我讲成功者找方法 失败者找理由 对 打逼人家怪鬼神 对不对 你这个乌克兰 你以前是犯规 你已经违背了人道的哲学 你用黑魔法来打我俄罗斯的士兵 你实在不对 那你要不要告发乌克兰 每个人都有一支魔法杖 对不对 他根本不用炮弹 对不对 念念咒语 一点你 我的T90M就会打爆了 所以T90M不是被反坦克飞弹打爆 是被黑魔法打爆的 而且乌克兰不需要米格29 他只要有哨把就好了 哨把飞得光轮2000飞得更快 对 然后他可以抓得更紧 然后他的雷达情报 是用他的魔法杖直接点入的 而且还有隐形斗篷 你根本看不到人 对不对 再讲下去 我们变哈利波特 我们变哈利波特 这到底是为什么 俄罗斯心魔 他的心魔在他的心里 因为你的所有的士兵 不想战 不敢战 不愿战 所以全部怪给黑魔法 这可能是俄罗斯的士兵 自己搞的 为什么你知道 不想打仗 要找个借口躲 就说 保护长官 我们不能跟乌克兰打 为什么 他都不是人 他们有魔法 他们有魔法 我们烦人肉胎 怎么能跟魔鬼斗 打不过他 对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士兵 确战的具体表现